我是接下來在R0的主持人,我叫坎如 接下來這場是一個聯播的議程 是一個G0V的重度疑存症的LY 要給我們帶來關於他在 就是如何把立法院的IVOD影片 然後接到YouTube 還有處理一些諮詢資料的經驗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大家掌聲歡迎LY 喂喂喂喂喂,有嗎? 有嗎?喔有有有,我聽到了 大家好,我是LY 然後希望早上的醫生大家覺得很精彩 那這是我的題目叫立委、立工廈 那至於就是他其實在講一個CIT的那個project 那我們在台灣用台灣的資料把它做出來 那就是這是我的簡單的一些tag 就是我是常常在GNV做一些project 對,那我前一個公司自握操 對,那我現在的公司是APM 對,那他在外面有檔位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就是為什麼要做立法院的專案呢? 這個就是,你以為我要做 又要說那個村長的故事嗎?當然不是啊 不,我要從,我們來做個時光機回到2010年 200年發生什麼事呢?就是那時候有一個稅改的抗議行動 反正就是大家知道稅很麻煩 然後有時候稅找上你的時候你就會很心痛 反正你每年就是繳國家比會費嘛 對,我們就是這個國家會員這樣 就抽很心痛 然後他會發現其實你在抗議的過程中 其實你都會找立委去澄清 然後去,不管是有顏色沒顏色 然後你都會請他來幫忙幫你說幾句話 然後幫你去跟這些行政機關argue 然後幫你跟一些機關講,然後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對於立委 就是立委其實不只是做立法這件事情 他其實還有負責很多選民服務 然後我就覺得,因為禁居旅會接觸到這些立法委員 所以你會對這些,就是立法院的運作啊 然後他們的東西你就會產生好奇 那,不過之後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 我就是開始參加G0V的活動 那,怎麼一開始加入呢 其實就是直接掛IRC 就是一個很宅,因為極度重度的宅人 然後我就掛著 然後我就是在上面看看 其實我也沒說什麼話 然後直到有一天 然後就是,直到有一天就是那個村長就說 欸我們,你對什麼,誰對什麼什麼有興趣 然後我就被推坑了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什麼是推坑 然後我還有就知道了 那,就是開始在做一些QAIRC 或是Subway也是另外一個IRC 然後我們再做一些事情 然後就是台北的緊急小松啊 那,基地事件要村長 然後就欸,那個我見到了G0V 第一個NPC的感覺 那,那就是,我是網友 然後有點就是害羞這樣 那,村長就說欸,那個你叫LY 那就來做立法院專案吧 欸,對,我又再講一次這個故事 好,那,雖然說了很多次 那,呃,立法院的網站呢 大家都,呃,大家可能很少去看 那其實大部分,呃,我們,呃,就是 其實政府有在改善 不過過去政府的網站 其實到現在還繼續長這樣 就是非常的,呃,非常多資訊 然後你非常的難找到你想要的資訊,對 那,就像這樣,就是你走到一個迷宮 可能找不到出口 好,那,就是像是如果 其實IVOD還蠻方便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立法院所有的開會的過程 然後最後,呃,立委質詢講話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是黨團協商,你是黑畫面啊,對啊 那,但除此之外就是 我們雖然能線上看 但是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像是,立法院的影片很難下載 他做了很多很棒的功能 比如說快轉,然後 觀看時間接近幾分,哇很棒 然後我可以隨選一樣 可是我想要備份下來 是一件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對啊,那如果你想要備份 說明他就會說這是什麼個資法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非常困難去想要備份一段影片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覺得我很像那個 呃,這叫什麼,失荒者 就是,你看到這個政府的網站 他非常,呃,就是很亂 然後你會覺得好像自己在 就是,撿垃圾嘛,這樣 然後,但其實 其實是應該這樣 他其實應該是阿里巴巴市大道裡面的那個 就是我應該跟我們的政府的網站說 欸,芝麻開門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珍貴寶貴的資料 對,那,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開始先從影片開始講起 這個影片我們要怎麼去處理它 就是去年我在Costcard講了一個talk 叫從立月影城到公民的串流技術 那,主要那時候focus在說 我們要怎麼就是organize一些串流 然後怎麼讓大家可以隨時看到一些那個影片的資訊 那,呃,很高興去年講的時候 就是立法院改版了 雖然現在是用科技,不過 不過同樣的概念嘛 就是看到政府的網站改版 你就會,嗯,吸一口氣 然後,所以過去大家寫的程式就GG了 就是不能用 然後,呃,以前有人寫 比如說備份,呃,影片 然後再上傳到YouTube 那也都完全要重寫之類的 那,不過大家都還是很努力的再重寫一些code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普通人還是不太會用 就是這些所有的下載器都告訴你說 欸,你要裝一個什麼python的installer 然後你要下載這個 然後你要下什麼指令打什麼參數 對,那為什麼我們不能簡單一點就是 欸,我想要這個網址 欸,我就得到我的影片了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想了很久 但是直到有一天我換了iPhone 我換了iPhone,然後發現 欸,我的iPhone手機上面 那個,就是browser 可以看立法院的影片 欸,發現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原來它支援那個HLS 因為它是一個WR Server 它後面支援HLS 那,OK,我終於找到突破點了 所以,重點是最後就是做出一個類似這樣的下載器 那,你只要輸入一個IBOD的網址 然後,它就會幫你下載下來 然後下載一個TS檔 那,對,因為我喜歡open source 所以,這也是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我們把它放在網上 那,沃草有一個專案叫做國貨無雙 那,國貨無雙在做什麼呢? 就是,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首先,每天會開一個預報 預報就是,像天氣一樣 它會告訴你說,明天有哪些委員會 他們會挑選他們覺得重要的委員會 然後,會分析這個委員會有什麼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會先跟你講說 欸,我們要來看一下 關心一下這個議題 那,接下來就是開台 好,就像那個天氣預報 那個人力與氣象先生 他就,欸,我們就會有 雖然我們不會直接講聲音 但我們會有一個聊天室 然後,上面就有小編 在上面跟你聊天 然後跟你一起吐槽這個立委 OK,這就是我們開台的過程 那,最後就會有一個戰報 欸,就像颱風店過後 就會有,就是像這樣的戰報一樣 對,那我們就會出一個 就是,總結那天 呃,質詢發生什麼事 然後,呃,你有什麼 你應該要 keep 住的資訊 對,就是國化油商整個運作過程 但它其實,我中間一直很困惑的地方就是 因為那個,呃,我們同事啊 因為它,我們開台是 守人工去每天早上 呃,八點多 stand by 然後立法院是九點開會嘛 所以它大概八點五十就會有,有串流 然後他們就開我們公司的電腦 然後利用一些,呃,桌面轉播軟體 把訊號傳到網上 然後傳到live house音上面去 啊,可是,立法院,呃,這時間,呃,我不知道 我同事就起得很早了 那當時候我是,騎不騎啊 我當時候為了寫這個程式 每天早上覺得八點起床 我都快崩潰了,這樣子 而且,就是,委員會 就是,知道立委的席位很多 然後,委員會有分,呃,八個,八個委員會 然後有時候會,全開的串流數 可能到九個 所以我們不會,呃,我們不會全部看 但其實我覺得如果要,這個公,這個服務要面向全國觀眾 應該是我們九個串流都要串 那,呃,呃,但有一個問題是,呃,呃,呃, 欸,問題,你全部串流都要串 那,呃,有一個問題就在於 因為這些不能是人工去串 然後我想說,呃,這個,我是工程師 我難道不能用我技術來解決這個 就我們每天就是那個,電腦自動開台 然後把它串流到,哦,對,立法院 之前有人在講說,那個,立法院的 就是他的,常常會因為人,觀看人數 有些某些議題啊,太,太紅了 然後你就會造成IVOD塞車 然後,立法院他回,然後你會希望他說 比如說他用到什麼service之類的 然後,雲端service,他就跟你講說 哦,不好意思,我們,呃,就是,立法院的頻寬只有200枚 所以我們,就是,所以你們這麼多人來看 我們沒有辦法負擔這麼多人來看 就這樣子,我們就只能負擔可能1000人這樣子 所以,所以我就想說,這個問題就是有兩個問題嘛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不想要人工開台 第二個問題是,難道立法院的串流就,就不能用別的方法解決嗎 所以,所以,立法院頻寬不足 然後,欸,我就把它串流到Youtube上面 欸,Youtube就可以撐住這麼大的那個,那個流量了吧 然後,我們就去做了 那他會分三個步驟 這個程式會分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他每天早上,反正就是,大家知道 如果是宅人就會知道框腳 反正他就是定期會去做一些工作 他早上的時候就會去檢查這個會議 然後他會用Youtube的Streaming API 然後去把它當天的名字貼上來 然後開好串流 然後,把會議的內容貼上去 然後甚至說,把這個訊息 丟到我們那部公司的一些溝通訊息上面 跟他說,欸,這裡有開了那個串流 把它串流開好,準備,預計等一下要開始播放這個活動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他們的 那個,其實這個API是從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IPOD裡面 他們有一個API後端 我們找到一個API後端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訊息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他今天會開幾個會議 然後,接下來他裡面會有一個Status 假設他換成 他現在是,呃,在播送了 他那個Status就會換成Live 然後我們就判斷這裡有沒有Live 然後每五分鐘就Check 有的話就,開始跑起來我們的那個,呃,Fmpeg 我們用Fmpeg把影像傳到YouTube 對,的Endpoint 好,那最後一步就是 當9點,每天9點晚上以前的時候 就會每幾分鐘檢查說,欸,他現在活動還沒有在Run 沒有的話,我們就把這個活動Close 然後Fmpeg停掉這樣子 他就分這三個步驟完成了 他現在每天可以那個 就是如果有開會的話就會去開 但是後來又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前陣子像有修憲的委員會啊 就是委員會全開 然後就發現 因為我都是用畫質最好1M他們1M的串流去串 然後就發現 有人就發現他真的很Lag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是我機器開得不夠 就是一台機器可能就是如果是一扣的話 可能只能附得兩個Fmpeg之類的 如果是扣比較多就可以附得比較多 那我一直以為是機器不夠 後來才發現其實他本身那個1M的串流 就是自己就Lag了 所以他們真的頻寬不夠 他們開到全開的時候他們自己撐不夠 不過他們低頻寬的300K就還OK啦 對,就是真的頻寬不足 那這就是我後來假裝了衛裝我是官方的那個YouTube頻道 叫立法院影音直播 然後現在有77個人訂閱 雖然完全沒有宣傳 然後上面就自動有195支影片 就是這一陣子從寫好開始他每天串流串上去的那個直播影片 然後這是他所有的觀看數跟觀看時間 然後有人就會留言啊然後分享 然後會覺得反正就是 就是為什麼也沒宣傳 然後我只是默默每天在開這個 對 那 還有他就是 這是他所有的最熱門的影片啊 比如說像是全委員談話會啊 然後或哪一期比較熱門 就比較有很多人關注 對 那這樣子 我們就再也不怕 這些立委很嚇愛質詢 就說我們什麼時候要進入8G時代這種東西 然後怕找不到檔案 對啊,非常棒 好,奇怪我們明明是要講say it 第一位跟我們為什麼在講影片 好 那其實現在就要講到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的立法院其實有公報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如果 應該很少看 反正公報 那最近有一個很紅的 就是候選人聽說他有修改過公報 不過那是另外一件事 好,立法院有公報呢 那公報 好,這是GTV之前他們嘗試做的一個呈現 就是 其實那個 委員會質詢 然後質詢的時候就會說一些 四四而非的話 比如說像 顏委員 我不要講那個 我怕那個 我變小波 好 好,那個你就會可以看到 他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然後他部長 他講什麼 然後他會有一個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 permium link 因為這個permium link 對我們在網路上最棒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share 就是這個人講的這句話 欸你今天 我今天講這麼多話 比如說我今天講一個議程 我每段話我都可以share 就是我可以quote一個人 比如說像 呃 COS他有一個 我quote他也是類似的概念 他就是你每一段話 每一句話 其實你都可以有一個超連結去連到 然後你都可以去reference 這就是permium link的意義嘛 但是然後你就可以tweet 然後 但是這是一個就是 當時候假想的一個專案 那 呃 因為我們這時候 嘗試大家都知道明年會有立委的選舉 那我們那時候在想說 欸明年要做 我們最想要做的其實是立委的表態啊 或立委立場 其實這非常的 呃難做 因為 其實即使是質詢 然後立委也不見得會把他的立場 表達得非常明確 然後加上其實我們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可以找一些NGO 或是一些夥伴來合作說 我們幫民眾來判斷他的立場 其實是這樣其實也非常困難 因為你必須要先有資料 因為如果單純從現在的公報 你一篇一篇去看 然後一篇一篇去找 你可能會瘋掉 為什麼呢 這就是立法院公報的其中一個 應該說其中 立法院有很多搜尋街邊 這是其中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會有一些搜尋 然後他下面會跳出 跳出他是哪一期 然後什麼 然後他會有Link 非常棒有Link 然後點下去是PDF 然後還有 有另外Doc 點下去 Doc 那當然還有HTML 反正就是這些資訊 因為他雖然會幫你quote說 你現在搜尋 某一個文件裡面的某一段 可是 even你要去找尋 這其中一段 你還是非常困難 因為這搜尋界面就是這樣 對 那 那 我是工程師 難道我不能用技術解決嗎 對 我非常 非常hack 那所以我就開始去爬這些公報 那 爬公報的時候 呃 第一個就是遇到Doc 對 對 那 我不知道大家 對於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工程師 你對於Doc 處理 可能我不是那麼好啦 就是所以我看到Doc 我就很頭痛 如果是Doc X我就會開心一點點 那 那 後來看到另外一個就是HTML 呃 HTML很不錯 可是他HTML是 Doc轉成的HTML 哇哦 好 那之後我們當然是選擇 就是其實從GVM之前 他們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先把它轉為Markdown 然後Markdown 是現在最就是 Public的一個 Text的那個Format 所以 我們先把它轉成Markdown 然後我們先寫了一支程式 把程式 把所有的公報都抓下來 然後 呃 HTML 對 Doc轉成HTML 然後我們把它轉成Markdown 好非常好 我們現在有非常純的 呃 接下來呢 就是 如果有聽過一些 就是GV有個Johnny 他在做立委投票指南 然後他也是 在主理這些資料的時候 他用了一個叫 正值的表知識 對 那反正就是 只要是學整次的 大家都會覺得 正值的表知是 我不知道我朋友 所以我們也是用這個 來處理所有公報的內容 好 那 重要的是 正值的表達是要怎麼用呢 第一個是 那個 後來在研究那個 立法院 因為 呃 大家知道公報會有 標題 比如說這個立法院 呃 他是什麼委員會 他是 他是 他是第幾次 第幾次開會 然後他會有時間 然後他會有出席的立委 然後 之類的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他就會有一大段是 上次會議紀錄的內容 對 沒錯 你沒聽錯 因為他會唸 他會先唸 那個主席會先唸說 上次會 然後 好 大家確認有沒有誤 好 結束 對 然後這一整段呢 都會放在 這份公報裡面 雖然是上次的開會內容 但是這個嚴重的影響我們處理 公報的 就是流暢度 因為 你完全不知道你在處理的是 哪一個時間點的 呃 公報 就是 這是一個麻煩就是 他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 然後 就是 也不是說他們 他們每次都做做樣子說 欸 確認無誤 你還真的會看到說 欸 有人有異議 然後 接下來他們又一長一段討論 好 那就是 正式來講 他們會先放一段 非常長一段 很難處理的 上一次會議的紀錄內容 接下來 的一段是 官員 報告 他們會先請說 我們這次要找某某官員 然後這個 比如說 外交部 然後就上來報告說 欸為什麼你 跟某某國家斷交 或者是為什麼你沒跟他建交 什麼 反正就會請到報告 或者是你最 未來什麼 計畫反正就很多 然後 呃 你會看到反正類似 也是那種 感覺好像報告貼上去的內容 就是 就是 官員 講的報告感覺很像是 他 上乘了一份 DOC的報告 然後他們就把它複製貼上 有點感覺是這樣 那 反正重點是 但是這段我們也 也不是很需要 我們這段是需要的是 接下來 有一段就是 主席會開始說 呃 現在開始 什麼交互 什麼質詢 然後 我忘記了 他綜合質詢答 他有一段 固定的pattern 然後就開始 然後每個人五分鐘 然後八分鐘 然後 兩分鐘之類的 然後交換 然後 接下來 你就看到 一個立委開始講話 然後就換另外一個官員回答 這就是我們剛才想要的內容 就是他只是一個 對話的過程 那最後呢 在這結束以後 那個 呃 主席就會說 好今天的質詢到此結束 那 我們 到此結束 我們 就是 呃 做到哪些點啊 然後有誰 然後記到什麼 然後反正就講一堆 然後接下來 他就會補上 其他有那個沒有來的立委的人 他就會補上他的書面質詢 對 這是正常版本 那 呃 不正常版本就是 有可能中間開一開 然後 有些人就會 中間插一個議題 他說 呃 我們現在開始 呃 就是 好像一開始在質詢 然後他覺得質詢太久了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現在進入什麼 下一個什麼表決階段 對 還有提案表決這種東西 就是 有臨時提案跟提案表決 然後反正他就會 中途插了另外一個 然後反正整個順序就換了 然後就是 就是 就是整個 大概那時候我算 光委員會質詢 這麼小一個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是抓 他title上面有找官員來質詢 就有11種 嗯 這個 顯然用程式好像也是非常痛苦 那 我們就必須要各個擊破 那 那在這個委員會質詢裡面呢 我們就需要人工去 一段一段就是標註說 好現在是質詢開始 我雖然有先用程式去 去處理 可是 正確率 從20%提升到50% 對反正就是有一段 離完美有一段距離 反正就是最後這個解決方法就是 人工再把每一篇去找出 因為這就比較簡單 你不用全部看 你只要去看到 欸 這個行號 跟這個 這句話 是不是所謂 正確的質詢開始跟質詢結束 但是因為 同一份 公報裡面可能會有兩段質詢 或三段 就是 質詢開始和質詢結束 然後中間換了臨時提案 然後又質詢開始和質詢結束 然後 對 然後可能同一天的公報 或者是會變成兩份 或者是之類的 或者是 呃 不同天 然後但是它是延續上一個會議的 有蠻多 我那時候處理到想要哭的 資料 那 對 就像這樣子 就是後來上次會議 官員報告 諮詢 書面諮詢 那我們要的就只是這麼小一個piece 這樣 那 好 接下來處理 我們好不容易把中間我們要的部分 抓出來以後 然後 會有另外一個問題產生 就是 它裡面所有的 呃 所有的人呢 就是 他都會有一個 大家都是立法委員嘛 然後他都會有 但是開會的時候就會有一個主席 然後他全部通通 裡面都是用主席 就是其實你不 你如果不看前面 寫主席 是殺死誰 然後其實你光看中間的內文 你會不知道他的主席到底是誰在講話 所以我們必須 處理說 主席 我把它代換成那個 現在是某某議員 就是某某 比如說 某個議員 比如說是 就是 甜酒井之類的 他是主席 那就這樣 換一下 你會覺得這世界很美好 我換成功了 但你發現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有代主席的產生 什麼是代主席呢 就是 今天主席要質詢了 他就不能當主席 所以會有 另外一個人出現 然後那個人就 叫代主席 所以會有什麼某某人 讚代主席 然後代主席發言 這個世界有點混亂 那好不容易處理完 這個主席跟代主席的問題 接下來碰到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 在公報的格式裡面 他的 人名跟職稱是綁在一起 而且綁法是 比如說 我叫 LY 我就是L L委員Y 之類的 L盟葬委員會 然後反而有一個漏漏場 比如說 L部長Y 之類的 L參謀長Y 然後 你就會很想死 就是 就是 你要把姓跟名 抓出來 然後中間又有非常多職稱 對 然後接下來我就建了一個職稱的Maping Table 去把它全部抓出來 對 那你以為世界是這麼美好嗎 當然不是 那還有名字 那名字為什麼會是一個問題呢 因為他們會打錯字 比如說 因為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公報 公報是他們 人打 人打就會出錯 對 所以我們要原諒他 就是他們每天都要打 這麼多 而且你知道有的人講話 可能像我一樣喊滷蛋 那他就覺得 聽打很痛苦 那 像譬如說 有人就把丁手中 打成 手中 就是手然後中 然後之類的 然後 然後上次 那是AU海報 我發現 丁中武跟丁武中 那我們好像要是中武 然後武中 兩個是同 他其實是同一個人 但他因為打反了 結果變成完全不同一個人 因為另外一個人好像是同季範 然後一個是 參謀長 所以你懂了 會有這種很多狀況 所以我又建了一個 錯字跟名字的Maping Table 對 非常的人工 對 就把它建立起來 然後去對應這個 這個名字 最後我們世界 終於 歡呼 Oh yeah 接下來 我們預想了 UI 就是我們需要搜尋 談話方向 我們需要 我們像Google一樣 我們只要打出 XXX 然後或者是 婚姻 或者是 兩千平權 兩歲 我們就可以找到所有立委 對於這個的發言 這是我們的理想 那 那時候就在想說 要做全文搜尋引擎 那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很有名 叫做Elaxsearch 好 那時候我就看上這一套 然後看學 然後把資料怎麼倒進去 那時候就有點 confused說 資料的 東西要怎麼設計 但其實最後 得出來的結論就是 你要把它切到最細啦 就是你要搜尋的一個 就是一個index 那一句就是一個index 這樣子 那 最後我就上軍 問說 這有什麼方法怎麼設計 然後Google 然後跟討論 然後最後 Seal哥會說 那你要不要用sate it 欸sate it是什麼 sate it就是 我們終於講到了 我們花了 嗯 蠻長的一段時間 終於講到 今天要講 Seal哥就是 它是mysociety開發的一個 關於一些劇本啊 對話的一些 web app 那你可以 它會幫你呈現所有對話的形式 然後它每一句對話都會有一個perman link 那mysociety是一個英國的類似軍閉的組織 那他們的目標就是他們會做出跟公民有關的tool 跟web site 所以買seal的就是其中一項 那他們是英國的組織 那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用了一個叫 其實我們都一直不知道這個怎麼念 就是acoma 恩手 好吧 不會唸 那這是一個xml的standard 那它是for parliament 就是for一些立法文件啊 或者是一些法律文件 它制定了非常完整的 就是你要怎麼去定義你的法律的什麼條款 然後什麼的草案什麼的 然後甚至連你的運作跟立法院質詢有關 所以它裡面也定義了一些就是question 在質詢的時候你的格式要怎麼定 那人 然後他說話的時間 它其實定的非常完整 它是一個很大的標準 那在said它只用了一小部分 非常小的部分 就是質詢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們就 最後把它倒進去 我不知道做了一個夢 醒來就好了 有小經驗就幫我做好了 其實沒有 那我們就目前處理的資料就是 大概到五月份的所有的委員會 然後標題是 他有邀請某個官員來質詢 大概700多份吧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三年來700多份的公報裡面 其實有 一萬三千個topic 就是每一個session就是一個會議 所以你看我們開了這麼多次會 然後1985就是 那個是某個就是 官員 就是一堆官員跟一堆立法委員 因為立法委員其實才一百多個嘛 那其實有爆炸的多次 因為他們邀請了各式各樣的人 比如說像 連導演都會被邀請去 就是 就是質詢或 問問詢答之類的 那 最後有這麼多speech speech就是他 我現在講一句話就是一個speech 所以有 六十幾個發言這樣子 那 這就是 他呈現的頁面 就是 比如說我會告訴你說 這是 誰誰誰質詢 就像這個有點大亂鬥 就是他一個人 一個人跟三四個人PK這樣 然後 反正他就是 像 田秋行這個就是 他就是主席 主席才會請別人那個 質詢 然後接下來這個就會開始 開始質詢 然後別人就要答覆 然後 下面就沒有講 反正他可能這個人店一店 然後就換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店一店 就換另外一個人 反正這就是一個 交互資訊的過程 好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有 可以有keypress 可以用你的鍵盤操縱 上一頁下一頁 然後你可以 呃 去看 前一段質詢 後一段質詢 然後甚至他有 一個link 就是那句話的 的link 對 那他的 呃 像搜尋他有另外一個結果 比如說你搜尋王八蛋 因為 因為我之前demo 我都常常最喜歡搜尋紅袖柱 就是如果你對這個系統有經驗 你可以搜尋看 紅袖柱會有什麼東西 那 所以我就不要搜紅袖柱 我就 然後我們就說另外一個 叉叉叉 一個單畫不知道有沒有 好 結果你會發現他就會告訴你 有無比跟這有關 然後 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零俗芬這麼常講 呵呵 我也不知道 不是 不剛剛我也是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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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喜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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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那個 所以目前大家 剛剛在這邊為止 就是我忘了把 呃 我串流那部分的東西 open source出來 那其他部分 我們都把它放在open source的地方 那 還有最後一個部分是說 當時候我們在做 那個 我們有做一個 V台灣的專案 就是大家可以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V台灣是一個專案 然後 他們每次會開會 那 其實現在 GMP開會 或者是GMP在做事 我們蠻習慣用hackpad去打主制稿 所以他們就用hackpad去打會議的主制稿 就是每個人會發言 然後 那時候我們就想了一個說 欸 我們也可以把它丟上set 然後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轉成 呃 把hackpad轉成 那個 呃 叫anformat的格式 然後 你就可以 把它 產生出來 好 那 就是 我覺得開遠 使我的生命更美好 對 因為每次你就會 遇到一些問題 卡關的時候 然後 你就可以有人 就是 幫你突破這個關卡 然後 然後你就會感覺到 這個生命很美好 那最後就是我的公司 現在在整人 對 那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什麼問題 好 大家有問題嗎 嗯 我已經 大家有問題嗎 我們還有十分鐘的時間 那現場 各位有問題嗎 可以提問 完了大家都沒問題 好 好 再問一次 現場有要提問的嗎 那你有問題嗎 哈哈哈哈 好 這邊 請問可以問哪一類的問題 都可以問 可以問1985或者什麼 臥草的問題嗎 可以問 可以問啊 但是我可能不會回答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呃 1985我們剛剛有出現這個數字啊 哈哈 1985 你要問這1985怎麼來的嗎 好 還是我們Live Demo 沒有啦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說那個 你們現在是因為一開始沒有質詢資料 所以你剛剛做了一個這樣子的 呃 把公報爬出來的東西嘛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有提到說 你的目的是 要做標記 立場的標記 那這個部分 那個臥草這邊 有沒有什麼方向 正在做的呢 呃 很好問題 不過因為 就是 我已經理直 GG 好 就是 他們有在規劃 然後 預計會 在 對選舉會推出一些 專案 但是 我已經沒有在 再 再往下做下去 對啊 因為那時候 我們 我可以 稍微透露一下 那時候預想的一個狀況就是 透過這個系統 雖然現在 還不是 很 資料很集權 然後所以 抱歉 那透過這個系統 你可以搜尋 搜尋 所有他講的話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去判斷說 呃 我們剛剛有一個Demo 呃 好 這個是比較小的 比如說其實你可以 看到他說 他問 他問這個官員的話 他其實會有一些tricky的地方 然後 這些官員的回答 然後就是 這些 他就會去判斷 呃 比如說他們 你可以先搜尋 呃 比如說投票 然後 或者是選罷法 然後你就會得到一堆 關於選舉的 發言 然後接下來就是 比如說對於 呃 呃 歌蘭偉他們對於選舉的人 他們很熟 那他們就可以去判斷說 這個 立委 講這段話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到底是支持 我們要支持 那個 呃 選舉辦名法的修正 還是 我其實不支持 因為你其實沒有辦法 他不會 他不會很 就是我跟你 坦白講 就是我不會告訴你說我支持 或不支持 因為如果我很明確告訴你說 我不支持那個選方法的修正 然後你 他當然知道就是 呃 呃 選民就會 選民就會 啊 那你就會 就是你必須要像 自己人的 蔡委員一樣 常常發表一些是適合非的言論 然後 你就會 因為是自己人 所以你就會挺他 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會 所以但是 呃一般人其實 他們裡面 很多都是 其實我也是一般人 就是當時候我看到這個 其實我也是看不懂 他說 他說這句話 他們有些很法律的名詞 或是對話 然後你也很搞不懂 那個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必須要有 常常鑽研這個議題的人去講 去看 然後去幫你標記 那這時候是 當時候預想的一個狀況 就是 呃 有人來幫忙標 就是有一個 簡單的介面 然後幫你標記 然後 你就可以 我們可以 統計這個標記嘛 譬如說是 正幾分或負幾分 或什麼樣之類的 或是你就可以算出來說 他對某個立場的支持度 或反對度 對 那這一次經過一個 呃 人的判斷出來的結果 對 對 那時候是這麼想 然後 其實後來也有討論到說 我如果我們把這些資料拿去 就是Machine Learning 是不是以後 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 自動立委諮詢器 我們不需要立委來諮詢了 我們會有自動的機器人 可以幫我們諮詢這樣 對 正是想 因為其實資料量還算蠻大 但是 這也沒有去嘗試做這件事情 對這是一個 可以做的 好 好 讓我回答你的問題 好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剛才看到你在 趴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 其實你可以取得一些 metadata 比如說 這個人是主席 或是 這個人他是有某些職位 那 這個最後在誰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這一場面 誰是主席 誰是 什麼角色 當初有 當初我有做一個版本 是說 就是他會把職稱留著 然後 但是覺得 這樣有點累贅 所以 目前都是把 把職位名稱拿掉 不過 不過可以看到他說的話 你可以大概知道 他大概是什麼樣的 就是 立委 就是你會看到立委 就是他裡面會講說 他是什麼委員 然後這樣就是立委 然後 我們剛剛還有一個 搜尋這個地方 其實搜尋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 patch 就是 他只會限定說 結果是 立法委員出來講話 因為原本 設計 是所有人的講話 那我們這邊做了一個patch 就是說 限定搜尋 的結果是 只限定是 呃 立法委員 對 所以我們在資料庫裡面 其實會有一個 欄位是判斷說 這個是不是立法委員 他是立法委員 跟他不是這樣子 對 那 實際上 以 頁面上來講 目前還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 顯示說他是什麼 職位 因為那時候把它拿掉 這樣子 對 那現場還有 有人想要提問嗎 因為我就小心 太棒了 好 那我們掌聲感謝 LY 帶來的精采演講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 休息時間到2點10分 然後 下一場開始的是 有關 JavaScript Engine 在黑錢 黑錢 黑錢 好嗎 沒有 感谢观看